小黄车如果看不到的话,怎么去解决,像这个是苹果11,它这个去升级系统的话,目前是11.2的系统,其实现在想想的话,不升级系统是最好的,因为升级过系统,它虽然很多功能是有的,但是在出现小黄车这个层面的话,它前期还是需要打点节奏的,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,像我这带的是美区的卡,所以它里面的所有信息都是美区信息,但是我认为这个按照这个情况正常去刷梯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小黄车出来是很正常的,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发现这个小黄车出来是很难的,特别配合这个苹果17的系统,我给大家说一下,它这个点有个误区是,如果说你像是之前的系统的话,你前期还原的话,比如说走这个中国区,一般还原这个苹果系统,它刚开始会让你选择区域,如果说你选择中国区域的话,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但是像现在如果能升级到17的系统的话,你还原的时候,你最好是按照你这个,一是卡片信息,二是这个网络信息,选美区的,否则的话, 你后边的小黄车是很难出现的,并且按照这个所有流程,比如说前期也选美区了,但后期想让这个小黄车出来的时候,大家还是要做一些举动的,因为新出的账号它是没有标签的,你想把这个账号去垂直的话很难,并且提给你想把这个账号垂直标签垂直的话是难上加难的, 基本上你没有很多粉丝基础的话是很难去垂直的,并且还要配合你整条电条发的视频类型是一样的,所以说这个对标签这个东西,如果说你们是去买的账号,或者跟方便取得账号,无所谓,这个标签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的,因为你换个几天它都可以刷正的,像今天没有小黄车的情况, 你前面步骤做完之后,你还要需要在这个放大镜里边,放大镜里边,选这个,我打一个关键词叫shop,你把前边这两个这个视频全部打开,没有小黄车就往下拉,拉到有小黄车的,去多看一些带小黄车的,这样的话你在反过来去刷的话,它会,它才会带有小黄车,才会给你多推荐,这是一个实际情况,你们没有升级到实际系统的话,我建议老系统还是就用老系统就行了, 因为升级系统的时候,这个很麻烦,你还要去刻意去塑造一些标签手信,才能看到,按照正常之前的系统的话,你直接,新建的账号刷的话,就直接,如果说你网络,这个,实际系统没有问题的话,它是可以直接刷出来小黄车,这就是我对它新系统的一些感受,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情况